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要介绍Facebook's全新2.5换联 更新的有真的强度 更加锐化更清晰 整合包目录名称不要中文汇报错 图片与影片目录名称不要中文 我们先来影片基本换联 点一个你想要换的图片 再点一个你想要换的视频 比如说跳舞的视频 N卡的话用Kyoda去跑 2卡可以用CPU跑 我们脸部选增强模型Face Enhancer 右边会有实时预览效果 可以拖动选你要的片段 我再带选增模型Frame Enhancer 真的强度让它更加的锐化更清晰 人脸增强混汗度越小越模糊 越大越清晰 线程数根据你显存设定 内存地条低一点 我先来试试效果如何 那我们直接点开始 好了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 看原视频 看原视频 换脸效果其实非常好的 我们来测试新功能更改视频颜色 选Frame Colorizer 选Frame Colorizer 可以看得出来影片颜色的变化 让你的影片更加的原创 2.5也更新两个脸部模型 1024与2048 我先试试看1024的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收代片刻 这边有Google可以翻译你想要其他语言 选择你想要的语言 比如说选日文 它就会整个就会翻译成日文 先看一下换颜色与新模型 很明显颜色改变了 再来基本图片换脸 我们选一张图片 再来选一张想换的照片 右边就会出现时时预览 点开始就换过来了 多人照片换脸教学 好选择多人女团的图片 默论都是从左到右换脸 这边可以选你要换脸的脸 选Mining全部换脸 全部人都是替换这个脸 再介绍一个遮罩部分 主要是有物品挡住脸 比如说唱歌 因为唱歌它有麦克风 麦克风去做会挡住它的脸 我要开启的就是一个脸部调节系统 Face Underscore Debugger 选Face Mask 移到下面 Acclusion的打勾 就可以看到遮罩范围 试着预览物品与脸的遮罩 下面遮罩模糊度 可以调整物品与脸的模糊度 越小就越透明 素质越大就会越遮罩效果好 但是遇到戴眼镜素质可以调小 所以我们准备按开始之前 先把Face Debugger关掉 一部关掉你换脸就有遮罩 模糊度把它调漆 点开始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如何 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一开始我却不解开 很明显效果非常棒 没有被挡住而失真 以上今天就是我介绍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哦哦 拜拜喽 那么,我们下期见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下期见